過去一個星期 因為向白紙運動抗爭者親友提供法律諮詢 河南律師王勝生遭到來自司法部門騷擾和威脅 白紙運動發生之後 河南律師王勝生律師率先挺身而出 為抗爭者親友提供免費法律諮詢 接著陸續有律師加入而形成律師團隊 為了律師之間能有更好的溝通交流 王律師在微信拉了個群組 但是翌日就被封了 而日前他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這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諮詢 但是目前警方在調查他 包括他居住的地方和個人資訊 他又表示 這些年輕人只是用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他們沒有犯罪 指他們是值得被尊重和感謝的一個群體 自己只是為替我表達訴求的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為何還用各種方式威脅呢 另外 旅美前人權律師王清鵬對《大紀元》記者表示 抗爭者親友尋求律師以及外界幫助 也遭到地方當局的威嚇 不容許他們與外界聯絡 請來 您的支持 小鵬